古今明人大解密 揭开大清康熙皇帝真面目 路易十四是十七世纪 法国最英明的国王 号称创建欧洲第一帝国 他南征北讨 更重要的是 他个人的装扮 变成欧洲国王 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 他穿丝袜 戴假发 喷香水 变成当时候的时尚 他盖凡尔赛宫 各国也纷纷盖大型宫殿 这些都是追随他的脚步 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康熙皇帝 偶像的偶像 当然是我们的偶像 于是大家都去追寻 有关中国的事物 中国的消息 路易十四会喜欢康熙皇帝 除了康熙皇帝的过人的品性 与他英勇机制的事迹之外 其实这两个人有非常多的相同点 他们都是幼年即位 更重要的是 他在幼年即位期间 都有一个非常凶猛 让他害怕的大臣 路易十四是马萨林红衣主教 康熙皇帝就是敖拜 路易十四之所以当上皇位 是因为他有皇太后 安娜公主的帮忙 那康熙皇帝就是有他的祖母 步步步态的知识 这两个人太相像 两个人都喜欢科学 两个人也喜欢扩充疆界 就是这样的相同性 路易十四非常喜欢康熙皇帝 因为他的带动 整个欧洲当时候流行的中国乐 有很多人都不断地去研究中国的事物 像知名的数学家莱布尼兹 他跟英国的牛顿 两个人都同时发明了维基分 这么优秀的数学家 透过传教士的翻译认识了中国《易经》 《易经》就是二进卫法 他认为《易经》实在是 太有趣的一本奇书 他知道康熙皇帝也读易经 所以他说如果这一辈子 能够认识这个皇帝 他就死而无憾 18世纪启蒙运动福尔泰 也曾经改编中国的历史名句 肇事孤儿为中国孤儿 大家都知道 你看科学家文学家都迷恋中国事物 当然就创造了一个中国乐 可是有趣的是 外国人喜欢中国东西 康熙皇帝也喜欢外国事物 这一个外国事物传入中国 这个博来品 竟然让康熙皇帝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让他破解了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欲知详情 且听下回分解 威士忌 威士忌 酒味相传 顺口 好喝 让人垂涎 它是从16世纪起 就是欧洲贵族名流 社交业会时 必备酒 推荐你要喝酒 可以改喝好运珍宝威士忌 你会爱上它 好运珍宝系列威士忌 礼合型包装设计 是年节最佳伴手里 首购族有特别优惠 行动就马上行动 敬请关注 点赞 分享 详情搜寻 连红好酒庄 谢谢您的欣赏 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敬请继续关注 古今名人 大解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